我是Mike 我现在在带我的线下1v1门徒 我这个学员啊 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啊 这说话完全没有坚定感 他整个人的氛围就没有坚定感 眼神漂浮不定 然后语气不能尾音向下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内在限制的表现 所以说今天一定要去先解决内在限制 因为他没有办法大声讲话 你不能硬逼他让他大声说话 一定要去通过去释放我们潜意识里那种 不让我们大声说话的限制才可以大声说话 OK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到底能不能大声讲话 嗨 你好 嗨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没有拍你 我可以加你微信了 我是过来搭讪的 我当时在录一个口播 三强都要跟你说话 你们是来旅游的吗 哦 不是 怎么家啊 这个 我赏你啊 我赏你啊 真的吗 真的 一堆人 你们现在是应该来得及 好多人 那帮人从9点钟一直排队一直排到现在 就是不是排队 就是围着那个就是 我不知道是LV还是什么店 忘记了 应该有马思维来出行 对 马思维去 对 你们是 哦 我觉得应该不是马思维 因为我觉得马思维不会有那么多女粉 全是女生那里 应该是一个女的 对 应该是一个女的 对 迪丽二八吗 好像是 上一次好像是迪丽二八 上一次好像是迪丽二八 就超级多人 诶 你们今天在这里干嘛 嗯 我说你们今天在这里干嘛 拍照 拍照 一个拍照一个吃饭 穿穿拍照 我感觉我感觉你有点像T 所以你看你穿搭很酷 不是不是 因为在成都是这样子的 成都 呃 我想想 我能理解 对对对 成都 成都能理解 带我去什么 成都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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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对 是的 走了我呀 拜拜 拜拜 我刚搭上那个戴墨镜了 嗯 你刚搭上戴墨镜呢 嗯 要了微信 要了微信 可以 很牛逼 他们好像是好三人组是吧 我就是没有没有尬笑 没有尬笑 就是我我一开始 我嗨你好 他没有把我当时 然后我 我没有尬笑的去去缓和这个气氛 然后嗯 然后我就继续 重复了我刚才说的话 我是 比如说我是想不来认识你去 就是我把声音 放大 你好 哈啰 我可以和你认识一下吗 没有没有 我不是推销的 我刚 我就我现在在去找去我朋友家 然后去他朋友去我朋友家拿东西 然后我看到你之后我想过来和你 就交个朋友认识一下 然后过来走去游客 你走去游客 我也是我无锡来的 你哪里 我南京人 南京人 哎那我们太近了 加个微信交个朋友 你在录视频 没有这是只是我在录 只能录到我自己 录不到你 我可以扫你吗 好吧 OK 你好酷啊 你像韩国人 就你今天的穿搭 谢谢 就是那种韩系女主的感觉 你坐在那边待多久 我明天就回去了 你明天就回去了 啊干 那算了我不加你了 有机会我们再见 好的好的 拜拜 就是我们要把搭讪融入到生活里 就他妈走在路上 搭讪就跟那种喝水 对喝水 很多人说有搭讪焦虑有搭讪焦虑 但是你有喝水焦虑吗 我相信没有人有喝水焦虑 当你能把搭讪变成喝水一样的那种 那样的一个形态 我觉得那才是最自然的 不要一天到晚 他妈的跑了 专门跑到太谷里 专门去搭讪 OK 哦好像到了 OK兄弟们 今天先跟你们逼逼这么多 我要带学 对